嗨大家好 有一段时间没有录分享型的视频了 之前的评论底下好多人都在追我 分享涂抹式面膜跟分享我的刷栓的产品 那好像很多人都对刷栓有一些问题 那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 平时我刷栓的产品跟我的步骤吧 那我刚刚就用清水洗了把脸 个人的习惯呢 是刷栓之前不用任何的洁面产品 因为我的皮肤比较干 然后最近也有点过敏 所以我觉得不要洗那么干净会比较好 当然如果你是油性的皮肤 也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洁面产品去洗脸的 然后我就是用这个baby facial去做我的刷栓 那这个呢它含有25%的AHA跟2%BHA 那HA呢简单来说就是裹栓 然后BHA呢就是水磷酸 它的成分呢算一般的强度吧 不算是太轻 算是中间 我最近晒完这两块都非常的干 所以我就不打算刷这两块 今天就给大家先示范刷我的梯子 这些地方呢都是我比较容易长黑头粉刺的地方 那刷栓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我们说的去角质 一个科学的去角质方法 真诚清洁的原理吧 就是我们要是有闭口啊毛孔啊黑头啊刷栓都会有帮助的 这个先几点出来 因为我今天只做梯子所以不需要那么多 那你用手指或者是拿一个刷子 待会敷到五分钟左右吧 你就会感觉有点刺刺的 那都是正常的反应哦 但是这个对于超级敏感肌来说 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拿一小块的皮肤先测试一下这个面膜你都不OK 刷刷刷多少次真的是 因为我是干皮然后又不太容易长痘 所以其实我一个月两次就够了 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比较容易长闭口啊粉刺啊 一个礼拜一次也是可以的 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一个生成清洁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闭口粉刺痘痘等问题之外呢 也是可以让我们的毛孔更细致 然后肤色更加均匀改善暗沉的问题 那20分钟之后我就把它洗啦 刷刷之后最重要是基础的补水就好了 不用搞太复杂的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挺宝藏的玫瑰水 这么一大桶才几十块钱 这样的压缩面膜 我就会把玫瑰水倒在盖里面 放进去之后 现在先敷一个玫瑰水膜吧 然后待会呢会再敷一个更保湿的面膜 这个敷个几分钟就好了 那我平时除了会这样敷之外 还会放在一个这样的助养衣 好接下来吧 最近发现的宝藏面膜 这个呢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我也是从代工那边买的 听说日本有很多美容院都在用它 里面呢会有一套这样的工具 一跟二 然后先把一倒进去碗里 再加入二 这个面膜用下来的感觉就是 真的可以很深沉的保湿 就有点像在你皮肤的底层注入水分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 好好的放进去之后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跟打鸡蛋一样 混合了就可以用了 那这个面膜呢必须要厚敷哦 宝宝的一层没有用哦 虽然这个面膜不便宜啊 但是它是美容院级别的面膜嘛 就当做是自己在家里给自己做一个spot了 这个面膜呢我会敷大概30分钟左右 那说明书上面写呢60分钟都可以 但我觉得我30分钟就差不多了 好了我已经敷了30分钟 那我就把面膜揭开来吧 皮肤变得更细致 感觉很Q弹 酸酸敷完面有没有感觉皮肤变得更细致 然后亮了一些 现在我在看的时候 哦还有这个我最近是用非常好用的 蓝蔻的这个 它算是一个蛤蜊吧 但是它的养肤成分也非常高 它涂完之后除了保湿之外 完全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非常透非常清很舒服 在这边提一下大家刷完身之后 一定要注重防晒 最后跟大家再分享两个涂抹式面膜吧 因为一直都很多人问 圈牙利品牌这个补水的面膜 这个已经空瓶第二瓶了 这个是旧腹成分比较高的一个面膜 我平时晒完糊明点的时候也可以用 因为它非常的温和 而且也很保湿 所以我涂完它之后一半就会过夜 第二天洗掉 感觉皮肤真的有点发亮的感觉 所以这个也是十分推荐给大家的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好好刷刷 好好保湿 好好护肤哦 下次再见